以前說醫生好像沒那麼好賺 但現在很多醫生都說 買不起1.2億好賺 你怎麼看 是林中跟蘇一峰說 那個醫生現在買不起 面對各種爭議 柯文哲持續閃躲不回 假張風波還沒燒完 現今買商辦隨之而來 柯文哲這場大戲 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中國有3A大作 其實柯文哲也是3A大作 他上演的就是一場叫做 白悟空 掏空的這樣場戲 那3A是什麼 就是A了小草的錢 然後木可公關公司A了又A 柯文哲掏空的不只自己的良心 連小草的支持都被柯文哲給敗光光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黨的好感度 從6月的34.7%到7月31.6% 到了8月像跳水一樣 大幅下滑10個百分點 只剩下21.9% 同時反感度節節攀高 從6月50.5% 7月49.6%到8月的反感度 一路升到65.3% 更別說柯文哲的信任完全大崩盤 只剩下23.4%的信任度 反觀不信任度衝上天際高達百分之69.1% 這種東西都奇奇落落 我們把這事情解釋清楚以後就會改善 他除了解釋清楚過 柯文哲營完全沒有機會再翻身了 司法再進一步的判決下去的話 他應該坐牢的可能性很大的話 那怎麼可能還有任何民調的數據的支撐的可能性呢 但民眾黨支持度下降的同時 國民黨沒有顯著上升 可能與黨中央還想在立院和白合作 沒有切割有關 反而民進黨更加凝聚 這時民眾黨還想號召小草們來做阿伯的靠山 恐怕靠到最後阿伯真的變成貪官 小草們又該情何以堪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柯文哲微報豪灑選舉補助款買自用商辦 被發現當下民眾黨又是那套 藍綠也這樣 難道阿伯錯了嗎 就是個人的辦公室 像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他卸任之後 或者是他算在擔任黨主席的期間 他也有個人的辦公室是一樣的意思 說是學別人的 但前總統蔡英文辦公室立刻發聲明打臉 參選以來從不曾使用選舉補助款 購置不動產 七人辦公室也是租的 說到2024其餘候選人 賴清德的1.6億補助款 用來做公益照顧黨員 後有儀的1.4億 通通回捐給中央黨部 可沒人買房 只有柯文哲的補助款 7000多萬進了自己口袋 近年來國民黨財務結局 過往的總統選舉補助款 多用於基本的黨務開銷 以及指引黨工的薪水 政黨形象確實已經毀於一旦 已經是在民眾黨的存亡之秋 買房時機也疑點重重 民眾黨在2024年4月就被監察院告知 帳戶短缺2700多萬 柯文哲五月初也爆發 涉嫌圖立北市科京華城等案 結果就在5月10號 急著頒現金換房 吞秒必爭也讓外界質疑 柯文哲在急什麼 那是不是要規避一些監督呢 因為他畢竟現在不是任何的党工職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財產申報 可能很多小草都覺得 為什麼我的爸爸不是柯文哲 原來他的勤儉是把政治捐 政治補助勤儉到自己身上 國民黨議員遊俗會也頒出選霸法 強調政黨候選人補貼 都由政黨領取 柯文哲喊參考其他人 結果看起來只有民眾黨很窮 但主席富得流優 東森 新聞專輯好 專輯的台報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被議員踢爆在5月的時候 是以4300萬的現金秘密 購置了這一處商辦 而地點就在鄰近立法院 和黨部周邊的這一棟駐商 混合大樓 你有聽說三樓在賣出嗎 不知道 有沒有人賣出或有異棟 連管理員也沒聽說 實際前往該商辦三樓 現在仍有其他公司登記 進一步更發現 名單上的董事 還是軍事政論專家李天鐸 在那邊租那個地方 已經租了13年了 根本不曉得這個房子 也被賣走了 上網搜尋柯文哲購買的商辦 原登記在這的公司先發新頁 負責人貴俊傑 還被查出曾經是前立委 羅副柱的國會助理 而實際致電對方多次沒回應 僅簡訊告知無法接聽 不過柯文哲以全現金買房 這價碼連房仲都覺得不合理 他可以說是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所以研判柯文哲他應該是不會殺價 懶得殺價或者是錢太多不貸款 所以不屑殺價 以及市場過熱導致殺不了價 這僅跟立法院距離200多公尺的混合商辦 是電梯大樓共有12層 根據實價登陸資料 柯文哲買的這一戶屋林47年 48.76瓶有三房一廳三位 總價4300萬 換算單瓶88.2萬 是目前最高價 拿著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二的錢 直接砸進房市 購置個人辦公室 也是高於區域行情 租金水位大概就是租在單瓶一兩千元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去換算下來 其實還是可以來到大概 接近3%左右的一個投報率 如今柯文哲當起了包租公 但租金收益似貨不高 加上買入的價格 相較周邊同類型屋林 房價僅約落在6到7字頭 還略高於市場行情 阿伯買房到底有何用意 恐怕得跟外界說個明白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坦白講要買個1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原來8月24號這個時候 柯文哲說的是大實話 真的沒再給你裝窮 因為阿伯早在5月份 就花完千萬置產了 此刻的柯文哲或許很懊悔 當時這麼說 根本不用湊 手頭現金就是夠 柯文哲的說法一一被打臉 其中最種的或許就是這 阿伯抛出這番話的前一天 8月23號臉書上說 陳佩琪的確考慮換屋 但房價很高 管理費比我越退還多 所以計畫就停在那裡 所以這計畫現在是停在 濟南商辦嗎 短短幾天內謊言接連被戳破 柯文哲等於是拿他的社會公信 拿他的人格 甚至拿選民對他的期待 他把他完全抹滅掉 他只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老子不要被抓去關這樣就好了 你5月10號捧現金買房 你好意思在5月19號才過9天 吵說你沒有錢 沒有居住正義 然後連梅子粉都沒有 我會覺得說你現在是人設崩壞嗎 連尚文也說 柯文哲人設毀滅的話 很難自圓其說 但現在是連同黨的形象 也要毀了嗎 過去說過民眾黨主張黨部 可能要搬到現在 柯文哲辦公室的台坡大樓 說是兩者要合併 結果現在又蹦出個個人辦公室 到底哪一個說法才是對的 明明他們的黨部 辦公室都已經多到 不知道要在哪裡用了 你怎麼可能還買一間 還掛在自己的名下 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史上以來 特別是落選人 從來沒有人把群軍補助館拿來買房子的 清廉清政的台大醫師 如今成多金三宅一身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送好報道 主席現在茶漳進度到哪裡了 這句話 人家叫來小組不要有信心嘛 面對各種爭議 柯文哲持續閃躲不回 賈賬風波越演越烈 隨著各種疑點浮出水面 也讓柯文哲的支持度跟著跌到谷底 在中國有3A大作 其實柯文哲也是3A大作 他上演的就是一場叫做白悟空 掏空的這樣場戲 那3A是什麼 就是A了小草的錢 然後木可公關公司A了又A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黨的好感度 從6月的34.7%到7月31.6% 到了8月就像跳水一樣 大幅下滑10個百分點 只剩下21.9% 同時反感度節節攀高 從6月50.5% 7月49.6% 到了8月的反感度 一路升到65.3% 現在柯文哲的不信任度高達69.1% 恐怕是台灣史上沒有執政過的政治人物 居然不信任度可以達到這麼高 這種東西都奇奇落落 我們把這事情解釋清楚以後就會改善 但問題恐怕就在於 柯文哲始終沒辦法把事情解釋清楚 網紅四叉貓就發現 柯文哲2023年12月說 政治獻金只剩下3600萬 財務瀕臨破產邊緣 但根據監察院系統顯示 當時的餘額還有6600萬 而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前兩天 再度號召小草捐款 當時餘額有5800萬 隔天再入賬4800萬 也難怪民進黨立委吳思瑶很酸 柯文哲在乎選票之餘 似乎更加關心鈔票 如今面對爭議 柯文哲是能躲就躲 能閃就閃 過去的清廉形象不復存在 小草門的支持恐怕也煙消雲散 東森新聞 念志豪 周佩宇台北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說 他買得起上億元的房子 但是但數就是要把兒子名下這戶 杭州南路二段的房子給賣掉 我們看就近的實價登陸發現 這裡要賣賣得出 2200到2700萬元 但是當然這樣還不夠 我現在住那個房子要去賣 應該可以賣到6000多萬 應該沒問題 我在杭州南路還有一件 舊的公寓 新竹農地湊一湊是夠 所有財產包括兒子的 東拼西湊加起來夠啦 都夠啦 破譯的房子要買 對柯文哲來說真的不困難 我跟我太太 我們兩個都是台大畢業的醫生 你知道 工作了30幾年 坦白講 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 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個企業 你今天追求的是 另外一種居住正義 贈予你的孩子 一棟一元的豪宅 這件事情就讓大家覺得 這就是一種相對剝奪感 要說剝奪感 要說到柯文哲的臉書 他說陳佩琪有看房 但是管理費比月退休金還貴 但照台大正教授的月退來看 月薪十萬計算 保守估計也有五六萬 再加上先前傳出 陳佩琪有八萬月退休金 那照柯文哲的話來說 管理費這麼高 看來不只看1.2億的房子嗎 媒體人謝寒冰就說 別再自詢死路了好嗎 我覺得把一生的錢 全部卡在房子上變巫女 所以我覺得划不來 但要說划不來的 或許是小草的心情 例如追隨過去柯文哲所說的居住正義 結果兜了一圈正義沒拿到 倒是要了個億 從一開始高喊的居住正義 到現在居住1.2億 而且居住上億的豪宅 被稱為上億夫的這個陳佩琪 就是最後壓倒小草認同民眾黨 認同柯文哲的最後一根稻草 被說是稻草的陳佩琪 這天不開記者會 匆匆忙忙離開鏡頭前 看來居住正義便居住正義 對比過往高喊理念 如今是不可追憶 東三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由於柯文哲捲入了政治現金的怡雲 又爆出了用個人的名字購買了商辦 網紅四插貓抓緊的機會猛酸 雖然柯文哲的人設已經完全崩塌了 林克林希克記者周佩玉 好 主播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是捲入了政治現金的風暴 那包括說假裝爭議豪宅爭議 柯文哲是迟迟都交代不清楚 現在又爆出說他5月10號 其實就帶著4300萬的現金去買了商辦 而且還是以個人名義來購買的 現在網紅四插貓有最新的說法 帶您一起來聽 我也覺得很好玩 因為其實我們早上看那個 第二類藤本的時候可以發覺說 柯文哲是今年的5月10號買房的 可是柯文哲他們當初在5月19號的時候 帶領整個民眾黨在上街頭說 他們連吃芭樂都沒有梅子粉 你5月10號捧現金買房 你好意思在5月19號才過9天 吵說你沒有錢沒有居住正義 然後連梅子粉都沒有 我會覺得說你現在是人設崩壞嗎 好你可以聽到四插貓質疑說這個 柯文哲5月10號明明帶著4300萬去買了商辦 怎麼才到5月19號才過9天 舉辦這個草根行動的時候 又再說你們買了芭樂沒有梅粉可以配 因此網紅四插貓就質疑說 柯文哲你是不是其實人設已經崩壞了 前後的行為跟說法都完全不一致 以上現場最新消息把時間交還棚內 柯文哲他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 就已經用現金買下台北市的房子 民進黨北市議員踢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真的買房了 而且沒有貸款用現金買下 4300萬元的北市商辦 所有全人他的身份證字號跟柯文哲是吻合的 再來他登記的地址跟柯文哲現在所居住的地址也是吻合的 證明就是柯文哲就是這一個房屋的所有全人 林彥鳳拿出建物登記就質疑根據柯文哲和陳沛琦的財產申報 存款只有2464萬元 如何在沒貸款下就能輕鬆買進4300萬元的商辦 而差額剛好和政治現金缺少的1800萬元 差不多引發各界質疑 你是用選舉的補助款買了你的名字的房產私人資產 你就是違背承諾 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一要歸中央黨部 三分之一可以歸個人 但民眾黨的發言人選後才說過選舉補助款主要會用在政黨營域 也會將部分捐給公益使用 結果卻是柯文哲1.1億元的選舉補助款 其中7300萬元進到自己口袋 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而且你不僅騙小草的錢 你還騙了他們的感情 你就是政治渣男 那我們參考其他以前總統候選的歷史 我們是用那個錢去要設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還有我們線上直播的朋友 那都在關注我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我今天主要是要講柯文哲的豪宅雲 已經討論了一個禮拜了 但是我們發現他從頭到尾 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而且是刻意的在說謊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我在上個禮拜 有接到一個爆料 告訴我說 柯文哲他早在今年5月的時候 就已經用現金買下台北市的房子 那以下我會來說明 為什麼我們查證的結果證明了這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人告訴我 柯文哲5月的時候 他是買下了在台北市中正區 林森南路10號3樓這個物件 他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內政部的實價登錄 他的交易日期是在今年5月10號 他的總價4300萬 這個地點在哪裡 其實是很多朋友熟悉的地方 就在立法院的旁邊 距離立法院200公尺 跟陳佩琦之前去看的豪宅 1.2億的豪宅 原立群英 相距只有140公尺 跟民眾黨中央黨部的距離 只有450公尺 也就是走路10分鐘就可以到達 非常符合他們兩夫妻的需求 那我接到這個訊息 我進行了很詳細的查證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個是他新買的 這個林森南路10號3樓的物件 我去調閱了二類騰本 我先跟各位說明 二類騰本調閱的限制是沒有限制 也就代表每一個人 其實都可以 好可以聽到民進黨議員林彥鳳是質疑 柯文哲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並爆料柯文哲其實在五月的時候 就用四千多萬買了台北市的房子 網紅四叉貓自製 柯文哲哭窮折現圖 大家分析柯文哲政治現金專戶余額 二零二四大選啟動五百計劃 當時柯文哲還有五千兩百萬 投票前夕再叫小草捐款 這時余額還有七千四百萬 政治現金短差金額惹 柯文哲蠟燭好幾頭燒個不停 妻子陳佩琪看破一豪宅 看在小草眼裡不禁想問說好的居住正義在哪裡 過去高潭居住正義現在都在看房 不會挑時機實在令人搖頭 我們科的醫師也有夫妻檔的 其實我還真的沒有看到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連胸腔內科醫師蘇一峰也分析 現在的大科醫師就算兩人薪資加起來 也難買1.2億房子 更有不具名的榮總醫師表示 公職醫師平均月收大約15萬 以醫師夫妻收入來算 能買得起六千到八千萬的房子 已是最大極限 不只領的薪水而已 我們也是要吃藥和要付電費 加上柯文哲又自報管理費比月退休金還要貴 但從台大鄭教授月薪十萬計算 保守估計月退也有個五六萬 再加上先前傳出 陳佩奇有八萬月退的退休金 高昂的管理費也被質疑 這豪宅價格恐怕比1.2億還要貴 柯文哲現在比較關心人家看不看得起 他買不買得起豪宅 而不是關心民眾黨的未來跟他自己的政治誠信 而近期民眾黨台北市議員更舉辦居住正義講座 談社宅輪候制 議員們的這番美意恐怕會被柯主席夫婦的破譯豪宅風暴給掃到 台風衛東盛新聞追周星綜合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已現身就被媒體追問 急著到黨中央要來商討對策 討論什麼呢 就是為了先前答應的說明記者會 但假帳風暴持續延燒 外界只想知道 和木可的金流怡雲何時能交代清楚 記者會已經開了很多次 會計師端木正不在 那接下來幾次呢 李文中也不在 應該請相關的人員一併都出席 否則各說各話 甚至外界會認為說你們在各自推責任 畢竟民眾黨記者會可以說是越開疑點越多 再加上關鍵人物端木正李文中都沒出現 這一團又一團的爛帳 更讓整起事件陷入謎團 又爆出民眾黨官方youtube的斗內 也差點進了木可公司 如今柯文哲說要召開記者會 更讓各界質疑能信的有多少 柯文哲一直迴避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知道木可公司就是一團爛帳 變成他黨主席的第二預備金 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畢竟李文中身為科進總財務長 卻又身兼柯文哲私人基金會董事長 而民眾黨在去年9月27號舉辦的競選小物開箱記者會中 又把李文中列為木可董事長 以人身兼多職很難不讓人起疑 畢竟明明民眾黨內還有一位 就連蔡壁如都敢罵的財務長梁秀菊可以用 偏偏選擇要讓親信李文中掌管財務 隨著事件延燒外界緊追各種爭議 但問題卻始終得不到答案 就怕說明記者會最終又成了柯文哲的謝責大會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我們參考其他以前總統候選的例子 我們是用那個錢去要設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柯文哲為自己辯解又是同樣套路 拖他人下水 買房爭議每天都有新進度 現在柯文哲又被踢爆 早在假賬爭議之前 2024年的5月手捧現金秘密買房 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而且你不僅騙小草的錢 你還騙了他們的感情 你就是政治渣男 議員拿出第二類戶籍藤本 比對所有權人就是柯文哲 而且上頭他向權力部 閒電就是在無任何貸款的情況下 供入這間4300萬元的台北商辦 距離立法院200公尺 跟陳佩琪之前去看的豪宅 1.2億的豪宅 相距只有140公尺 非常符合他們兩夫妻的需求 只是議員就質疑 根據柯文哲和陳佩琪的財產申報 存款只有2464萬元 如何在沒貸款下輕鬆買進 而且差額還剛好跟政治獻金 缺少的1800萬元差不多 引發各界質疑 這麼急著制產是不是有關係 全局不是反三分之一要歸中央黨部 三分之一可以歸個人 1.1億元選舉補助款 如今柯文哲證實7300多萬元進入口袋 而且比對時間軸 4月柯文哲向監察院申報 隔天馬上就被發現賬目有問題 但柯文哲5月10號買下商辦 柯文哲兒子也隨即成立製搖公司 6月25號商辦過呼到柯文哲名下 7月陳佩琪去看1.2億元的豪宅 事實證明柯家真的沒在裝窮 甚至身材有道 林延鳳加碼踢爆 該商辦已經出租給其他公司使用 質疑柯文哲想借此收租當包租工再賺一手 東山新聞綜合報導 你們怎麼又找端木證啊 這個還不會吧 但是那是什麼省機會的知性上 天啊 幹嘛那麼好笑 連柯文哲都這麼驚訝 外界才想說民眾黨你才真的是太好笑了吧 明明說好要找公正第三方會計師查假帳 甚至還發函給台北市會計師工會 怎麼繞了一大圈轉角又碰上端木證 一開始就推給端木證 現在又說要委任會計師工會 但端木證又在裡面擔任要職 請問柯文哲 你這個不是自打嘴巴光束打臉嗎 打開台北市會計師工會網頁 上面清楚寫下 會計審計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以及執行長都是端木證 也讓各界驚呼 這會計圈真的有這麼小嗎 還是說柯文哲陣營早就想好 這次再查不清楚再找機會甩鍋給端木證 我相信台北市會計師應該沒有人想要 躺這檔渾水 畢竟有沒有會計師願意接下民眾黨 這重責大任工會也得再確認 但如果沒人能來幫忙查帳 綠委也有推薦人選 我是建議柯文哲 也許有一個人你可以求他去幫幫忙 這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他也是學會計的 林俊憲委員請問一下 你是質疑台北市會計師工會的專業性嗎 你是質疑台北市會計師工會的公正性嗎 民眾黨假帳風波越查越亂 轉角還沒遇到真愛 但默然揮手端木證卻在燈火懶山處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好 主播觀眾 時序帶您來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現在是陷入了假帳的爭議 尤其現在又被爆料說 柯文哲先前說要找這個 台北市會計師工會 來協助做第三方的查帳 但是就被發現說 這個會計師工會裡面的 審計委員會的執行長 竟然是端木證 現在柯文哲有最新的說明 帶您一起來聽 我們有鬧著嗎 有啊 你們台北市的會計師工會 對 執行長不端木證 你們怎麼又找端木證啊 這個還不會吧 那個是他會 他是那個什麼審計會的執行長 天啊 那好笑 那要不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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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換人呢 目前進步 會不會換人 會不會換人 是差貓說 你們到最後兩天都還在募款 好 您可以聽到 柯文哲他自己呢 聽到這個審計委員會 的執行長 竟然是端木證 他也表示說 這件事情也太好笑了吧 那面對說 其他媒體的提問呢 柯文哲也是持續的閃躲 不回答 快步的呢 就走上電梯上樓去黨專家開會 以上呢 現場最新把時間交還棚內 網紅四長貓做了一張柯文哲 五千萬哭窮折現圖 分析他的政治獻金 專戶餘兒 表示在2024大選啟動500計畫 柯文哲還有5200萬 投票前兩天再交小草捐200 餘兒還有7400萬 引發外界熱議 畢竟這個時間點 外界除了再等柯文哲交代 短差的政治獻金去哪裡 妻子陳佩琪又自爆 東看西看破億豪宅 準備幫兒買新婚房 這些話聽在小草兒裡 內心恐怕先破房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一億元的房子 柯文哲買得起 他的理由是要把新竹土地 把現有房子賣一賣 但被外界酸居住正義 相對剝奪感好重啊 過去高潭居住正義 現在都在看房 不會挑時機 實在令人搖頭 尤其有醫師跳出來反駁 像是台大婦產科醫師施錦中 說自己在台大醫院裡 認識很多醫師夫妻黨 工作一輩子 還沒看到誰有辦法買一億元的房子 另外胸腔內科醫師 蘇一峰也說 大科醫師在醫院工作 是不可能買得起 1.2億的房子 就算兩個醫師加起來也很難 你在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如此大力的裝窮 你展現出來的不就是 你很窮 你需要募款嗎 而且柯文哲還說 陳沛琪有看房 但是管理費比月退收金還貴 從台大政教授的月退來看 月薪10萬計算 保守估計也有5.6萬 再加上先前傳出 陳沛琪有8萬月退收金 照柯文哲的話來說 管理費這麼高 看來不只看1.2億的房子嗎 請柯文哲老實地交代金流 要買房 要置產 請用自己的錢 畢竟柯文哲過去主張居住正義 正迴遍居住正義 對比過去高寒理念 如今可是不可追憶 也讓外界不勝唏噓 還是先把金流交代仔細 東盛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 我作為主帥當然要負最大責任 所以不用擔心下個禮拜 我找個時間開記者 會把他完整的說明 柯文哲說是這麼說 但他23號發臉書道歉文 說深刻要反省的是相信自己 認識50年的同學 哇 這些話也讓外界轟 政治渣男謝責 柯文哲又說自己是人不明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應該要去看眼科 這樣才可以拯救民眾黨 前幕僚看不下去 畢竟柯文哲說他不會閃躲 說好天天開的查帳記者會 又只開兩天 如今前民眾黨員林冠蓮 直指民眾黨副明書長徐甫 曾在會議中說 民眾黨之聲斗內金流入木可公司 還有因黨為證 全都在 這個也沒有留到私人口袋 不過這時候我們在檢討 我們黨內怎麼有曾經出過這種人 林冠蓮跟柯文哲並不是不熟悉 因為林冠蓮當初要去選足北的時候 柯文哲也是支持他 現在是不是就覺得 好像誰不好我就直接切割 他當年被人家撤銷提名 怎麼現在變成客黑 奇怪這個 所以是這樣啦 政治上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 柯文哲話說得酸 前黨員聽在耳裡 恐怕更是無奈 如果他要用那麼高的道德標準 檢視別人 那他自己的道德標準到底在哪 柯文哲真的是沒有辦法怪別人 不但沒有徹底的釐清還來用人身攻擊 我覺得這也不是很好的做法 因為不只是前幕僚爆料 如今連黨員也一一跳船 恐怕柯文哲想給交代 但先告會計師又謝責給老同學 再披藍綠也不乾淨 這樣的做法叫民眾怎麼買單 柯文哲的道歉信 東山新聞專中心綜合報導 柯文哲在臉書發了偏文情並茂的道歉文 其中到底買不買豪宅 柯文哲說陳佩琪的確有考慮換屋 不過因為房價很高 管理費太高比月退還多 所以計畫就停在那裡 但這段馬上就被戳破了 媒體人謝寒冰就說查了一下 那些1.2億豪宅管理費是1萬2 說比月退縫還高 難道看的是更高級的豪宅 還是柯文哲腻在鬼扯 別再自詢死路了吧 但阿伯的想法不一樣 他想給自己留活路 我跟我太太我們兩個都是 台大畢業的醫生你知道 工作了三十幾年 坦白講要買一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一億元的房子 柯文哲買得起 他的理由是要把新竹土地 把現有房子賣一賣 新竹那農地我一定會賣掉 我現在住那個房子要去賣 應該有可以賣到六千多萬 應該沒問題 我在杭州南路還建舊的公寓 新竹農地抽一抽是夠 但實際推算 柯文哲越退縫 按照台大鄭教授月薪十萬來算 月退休金約有六成 保險推估五六萬 再加上過去傳出 陳佩琪月退有八萬 外界質疑 這怎麼會負擔不起管理費呢 明明你柯文哲不用工作 月退至少有七八萬以上 我請問你柯文哲 難道你還想要繼續 跟小草募款繼續裝窮嗎 這種買房子的事情 一定會是我在煩惱的 一定是陳佩琪自己在想 我覺得把一生的錢 全部卡在房子上 變烏奴 我覺得花不來 烏奴是為自己的資產努力 但小草奴卻是要成就阿伯的夢想 例如追隨過去柯文哲所說的 居住正義 結果兜了一圈 正義沒拿到 倒是要了個億 現在的小草都被笑說 是捐錢給阿伯買房子 實在令人不忍 當初阿伯說的居住正義 現在變成了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變成居住正義 對比過往高寒理念 如今是不可追憶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